你 惠子 魏祈凡的娘今天来找过你 这个女人可不能小事 她表面上装得得体大方 可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咄咄逼人 而且可恶的是 她似乎已经看穿了 我接近魏祈凡的目的 这么说 你接近魏祈凡的目的 所用的心机全都白费了 不会 我绝对不会让我做的 这一切白做的 虽然魏祈凡的父母 不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 但是既然他们出现了 我就要和他们玩到底 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 肯定会百般阻挠 要是这样 你拿到药方的几率 就会越来越小了 魏祈凡的父母 就是一对老狐狸 如果要和他们正面交锋的话 我未必有胜算 但是魏祈凡就是个矛头小子 我完全可以控制住他 即使他的父母从中作梗 我相信不出三日 他一定会来找我的 这么仔细 当然 我有一套全面的计划 这个计划就像一张大网 魏祈凡是逃不出我的掌心的 好 来 我祝你早日成功 干 谢谢师兄 杨局长您好 我是山本大所的副官 平川专程来接您的 谢谢 给我吧 那我们走吧 等等 杨局长 非常抱歉 我今天还要见另一个人 希望您不要介意 好 颜小姐 我们大所派我来接你 颜小姐 这位是 你好 我是杨世轩 车子呢 好 车子在那边 杨局长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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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好 带我感谢你们大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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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佐 杨局长到了 杨局长 请 山本大佐啊 好久不见了 杨局长 来 请坐 请坐 杨局长 一路上辛苦啊 好 喝点酒 接接伐 好 谢谢 谢谢 杨局长 请你慢用 谢谢 大佐 杨局长 你们先聊 我先下去了 杨局长 这可是二十年的法国白兰地 你尝一尝 谢谢大佐 确实是好酒啊 大佐先生 你们大老远把我叫到这儿来 不会是专程让我来品酒的吧 杨局长 性格直爽 好 你一开门见山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我找你来 就是为了谈谈 这金疮伞药方的事 上面大佐啊 这 杨局长 我离开苍州的时候 慎重地把这项任务交给你 可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给你的好处 你一分钱没少拿 但金疮伞 我连半点影子都没见到 那你怎么说呀 大佐啊 非常抱歉啊 你交给我的任务 我没有完成好 望你见谅 慧子已经跟我汇报过了 我知道 这事不太好办 是的 慧子小姐知道我们所有的情况 你坐吧 慧子还跟我说 叶卫两家非常顽固 坚决不肯拿出药方 而且还有一个蒙面人从中作稿 打乱了计划 这才暂时没有达到药方 正是 正是 杨局长 我们认识也有七八年了吧 是 你当年贩卖鸦片的时候 我可没让你少赚啊 善本大佐对我的关照 我永远感激不尽 金疮伞药方 现在对我非常重要 我迫切需要得到的 你的任务 就是尽全力 协助我们拿到这个药方 我们皇军办事 向来讲乏分明 你办事得利 好处少不了你的 你办事不利 我们花出去的钱 不会让他白花 你明白吗 明白的 明白 大佐 中国人也有一句话 它叫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我收了您的钱 我一定尽全力 为你们办事 只是眼下呢 这件事情 确实是有点麻烦 大佐 您看 您能不能 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再给你一点时间 我不管您用什么方法 拿到这个药方 但是我的耐心 是有限的 我一定尽力 好 我希望看到 你对皇军的忠心 好 我离开苍州的时候 就跟你说过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 很快就要横扫中国 杨局长 你可要识食物啊 是 你从苍州过来也不容易 就在沈阳多待几天吧 不不不 不 我在苍州还有这个不少的事情 既然我已经见过大佐了 沈阳我就不想久留了 我想今天晚上就回去 杨局长 不在乎这几天吗 沈阳是我的地盘 我自然要好好地招待你 我已经在沈阳最好的旅馆 给你定了套房 你可以好好休息 另外我还要介绍一些朋友给你认识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对你的前途很有帮助 大佐如此盛情 杨某恭敬不如从命 好 竹内先生 你慢点 我去给你倒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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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慢点 竹内先生 你这包子是早饭还是午饭啊 早中饭 那怎么行 我给你买了吃的 还买了好多菜 别吃包子了 我给你做好吃的 那 那怎么好意思呢 别客气了 我去处理 鑫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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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就 Perce commerce 可以吗 冷静 快吃啊 那 多吃一点 青菜也要吃啊 谢谢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锅里还有饭菜 晚上的时候自己热一下 那我现在回家了 叶小姐 你这就要走了 我出来时间太长了 再不回家 恐怕我爹要骂我了 对对对 叶小姐 今天真是太辛苦你了 你的饭菜很好吃 又帮我把家里打扫得这么干净 你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谢谢 主内先生 你不用总是那么客气 我做这些事情 只是想表达一点我的谢意 好了 你歇着吧 我走了 我 我送你 好 叶小姐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 有时间我会再过来看你的 来 叶倩倩 你今天过得很开心吧 你什么意思 你在主内军家的三个小时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没有干什么 你这个女人 看上去柔柔弱弱的 看上去柔柔弱弱的 没想到你这么有手段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你就俘获了竹内军的心 你利用她 她不但不怪你 还替你挨了一刀 看来我以前 真的是小看你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也没耍什么手段 竹内先生他很善良 他帮我 我也愿意帮他 仅此而已 住口 我告诉你 竹内军是我的 你休想把他从我手里抢走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和竹内先生只是普通朋友 再说了 他不属于任何人 他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他不是一件可以抢来抢去的东西 你 我可警告你 你以后要是再敢接近竹内军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 你要是不听劝的话 你一定会后悔的 你 灰子小姐 给我打断他的腿 是 你们要干什么 教训教训你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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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哥 走 千千 你没事吧 哥 还好你来了 没事吧 什么 叶小姐被追杀 对 要不是我恰巧路过 倩姐就威胁了 叶小姐 你看清楚追杀你的人的模样了吗 他们是谁啊 我不知道 他们都是蒙着脸的 叶小姐 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了 没有啊 你以后要是再敢接近竹内军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 难道是他 倩倩 你想起什么了吗 我刚刚见过惠子 他威胁我说 如果我再见竹内先生 他就会对我不客气 你怎么还是和竹内有联系呢 竹内先生为了救我 被匕首刺伤大腿 我总不能不闻不问吧 惠子为竹内追杀叶小姐 可能吗 队长 罪毒不过妇人心 这女人要是妒忌起来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行行行行行 我看这事啊 是道场的人干的 你上次得罪了井上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惠子就是道场的 那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井上和惠子联手干的 那那蒙面人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俩了 不是 是两个男的 你这个猪脑子 这这这 叶小姐 又不会武功 她一个文文弱弱的小女子 用得着井上和惠子 亲自出马 还联手 你是用朱大厂想的吧你 高队长 这件事情 关系到倩倩的安危 我希望你们 马上到道场去查清楚 查 这这 这调查清楚 这这 无 无 无凭无据 对 这无凭无据 是怎么查呀 郑南哪 你不是会武功吗 你刚才当场抓一个回来 不就清楚了吗 你怎么让她跑了呢 我刚才不是顾着倩倩的安危吗 所以我才没赶上去 哥 他们会不会 再回来追杀我 这 也很难说 局长不在 这局里的事情啊 就由我做主了 叶小姐啊 你的安全我们会负责的 谁啊 从今天起 派两个人 跟着叶小姐 这样你就安全了啊 谢谢高队长 这件事情都办不好 见真一场至极 对不起 谢谢 惠子 算了 师兄 就是因为你平时对他们太纵容 他们才会这么没用 师姐 我们本来可以得手的 就是因为夜阵南突然出现 他是苍州类主 大师兄都打不过他 我们怎么能打得过来 还敢狡辩 滚 是 惠子 你这么鲁莽地教训了叶千千 肯定会惊动警局 你的意思是 不如先缓一缓再动手 毕竟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 弄不好我们会吃亏的 谁也不能抢在我的主内 我要的人就必须要得到 惠子 你冷静冷静 你想 你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山本大佐的任务 你还没有完成 你不要为竹内影响整个计划 师兄 你根本就不懂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爱过一个人 好 我暂时可以不对叶千千动手 但是我一定不会轻饶了他 莫先生 沙国宗这两天 神秘地离开了苍州一趟 我已经派商会的兄弟去查了 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不过你放心 他现在已经回来了 上次我在他家 发现了一个保险箱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一些 不能试人的东西 莫先生 那 您的意思是 您还要再查探一次啊 没错 你说为什么沙国宗 跟道场那些日本人走得这么近 我真的很想知道 这个姓沙的背景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 您万事小心 放心吧 嗯 嗯 哥 你真的要去探查道场吗 高队长拿不到证据 也不能对道场怎么样 只有靠我自己想办法 倩倩 为了你的安全 也为了苍州的老百姓 我必须要查清楚 那你一定要小心 你就放心吧 早点睡 好 是会子 到这个时候 鬼鬼祟祟的出来 是干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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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村君 中村君 我有一件事情要你办 贵子小姐 有什么事情吩咐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明天必须让竹内军离开苍州 一个月之内 不准他回来 贵子小姐 竹内军 腿上已经受了伤 现在让他走 是不是有点不太方便 放开 我让你去办的事情 你就是办 他的腿受伤 是他活该 我知道了 贵子小姐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让你办的事情就去办 其他的事情 你不要问 这个沙老板 竟然是个日本人 他为什么要 乔装成中国人呢 他们想干什么 正好 上会最近 在广州有一批货 需要去验货 正好 我让他去一个月 好 不管什么理由 这件事情 必须给我办好 是 什么人 今天是大银行家 盐金堂设宴请客 盐金堂家祖上几代 都是做金融的 从钱庄做到了银行 只要闯过了多少道关 才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他现在 在东北 乃至在中国 都是赫赫有名的了 大佐 像这样的宴会 我参加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们皇军 就喜欢这样友好的朋友 他今天请的 都是沈阳非富极贵的人物 我相信 你会很高兴认识他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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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大佐的光 不然我是没有机会 参加这样高级的宴会的 杨局长 你在苍州做警察局长 但苍州毕竟是个小地方 你要出来 多见见侍女 谢谢大佐提携 请问大佐就是这里吗 没错 就是这儿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这儿 大佐 大佐 这边请 大佐 这边请 山本大佐 您是我们的贵客呀 欢迎 欢迎 延大会长 让你久等了 哪里 我今天带来一个朋友 杨世轩 杨局长 颜先生 您好 大佐 请 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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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好 杨局长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中田中佐 你好 麻生少佐 这是财务部 王部长 王部长好 沈阳 李副市长 李副市长好 这是沈阳警察局刘局长 刘 同行嘛 刘局长 你好 你好 大佐啊 就不用麻烦您亲自介绍了 我相信马上 杨局长就会认识我们所有人的 好好好 大家边吃边聊 不必客气啊 好好好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 干杯啊 好 干杯啊 欢迎 欢迎 同意 好 杨老板 今天不是给跪千金接风起尘吗 怎么到现在主角还不登场 我们大家伙可都等急了 对呀 早就听说颜小姐是个风华绝代的人物 我们大家可都等着见识见识呢 是啊 来了 来 秋冰啊 也善善来迟 给各位叔叔伯伯敬酒 谢谢各位叔叔伯伯 今天来赴宴 今天来赴宴 秋冰敬大家一杯 好好好 谢谢谢谢 看看看看看看 我这个女儿啊 就喜欢什么都学啊 最近去上海啊 拜师学了大提琴 秋冰啊 给大家演奏一曲 祝祝幸啊 说得没错 我们都啊 当着厅呢 来 鼓掌 好 是呀 是呀 秋冰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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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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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诸位捧场啊 大家接着用餐 来 杨局长 我敬你一杯 谢谢 你说这我也是局长 你也是局长 不知杨局长是哪儿的局长啊 沧州 沧州 这 小地方吧 没听说过啊 沧州在哪儿 在山西吧 不 在四川吧 不不不 还在河北 河北 这么个小地方 我们听都没听说过啊 不管是大局长还是小局长啊 咱们都是局长 来 我敬你一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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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陪一下 好吧 大家慢慢喝 这些年局势还是很不错的 你看啊 大佐 我出去透透风 好 好 好 杨局长 好 大佐 怎么样 我不胜酒力 睡点风好多了 我看你不是不胜酒力 是这儿不痛快 你不要抱怨他们 他们是这里数一数二的人物 小瞧你也很正常 你不要气馁 只要你为我们皇军做事 我相信很快就没有人敢小瞧你 多谢大佐的指点和提携 今天我这是第一次尝到了 被人奚落的滋味 你不要丧气 你们中国有句老话 英雄莫问出处 只要你好好为我做事 你就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 好 那你再歇会儿吧 我进去了 请 请 爹 沙老板 军爷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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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先坐 坐坐坐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慢点 腿伤没大碍了吧 差不多了 恢复得怎么样 很好 沙老板 您找我有事 我不知道 该不该和您一起来 跟您说 是这样 这广州呢 有几匹布料 要运过来 可是呢 需要有人过去盯一下 在那边帮我奄奄货 我想找个得力的助手过去 可是想来想去 还就是你 我希望您能代表我 盯着那几匹布料 怎么样 沙老板 既然您这么信任我 那军爷一定尽力完成 好 太好了 车票我已经帮你买好了 你马上动身 这么着急 确实很着急 因为这第一匹布料 已经出来了 需要你赶紧过去验一下 后面那几匹还没有出来 所以你要留在广州 把那几匹布料给我盯紧了 等验完了后 保证质量没有问题了 你再回来 那一共要多久 前前后后大概一个多月吧 这样 广州呢 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住处了 你就安心地留在那里 省得南北两头来回跑 正好你在广州 可以痒痒你的腿伤 那我回去收拾东西 好 千万不要误了火车 是 当心点啊 快点 快点 慧德小姐 事情办得怎么样 事情已经办妥了 朱内军今天晚上就出发 一个月之内 他是回不来的 很好 昨天晚上在你家出现的那个人 查出来是谁了吗 查了 还没有线索 那你家里有丢什么东西吗 查了 没丢东西 到底是什么人 不偷东西 而是在窗外 偷听我说话 会不会是 有人开始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 而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蒙面人 他之前 已经屡屡破坏我们的计划 一旦他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 我们就变得很被动 从这件事来看 我们的形势 要更加谨慎了 再谨慎 也会露出破绽 现在他在案 我们在明 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所以我们要尽快把这个人交出来 干掉他 倩倩 你最近一定要少出门 高队长虽然派了人来保护你 但是时间一长 也不会每天都跟着他 我知道了 你昨天晚上去道场探查 查到什么没有啊 我还在查 我只能告诉你 那个惠子是个危险人物 你要小心他 我会小心的 大小姐 上回被师父赶走的那日本人 又来了 他说这次找你 他人在哪儿 就在门口 我们不敢放他进来 这事万一被师父知道了 就麻烦了 倩倩 赶紧把他打发走 别让爹知道 那我这就去 来 叶小姐 竹内先生 你怎么到这儿来找我了 我要离开苍州一段时间了 沙老板派我去广州 要去一个月 我是怕你会去找我 找不到我会担心 所以就来告诉你一声 原来是这样 好 那祝你一路顺风 叶小姐 你在看什么 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 那你先回家吧 我感觉你慌慌张张的 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你 你要真想帮我的话 就赶紧走吧 如果被我爹看见你来找我 就麻烦了 哦 那我马上就走 你都保重 好 好啊 爹 你都 volcanoes 超这天 喜欢吧 秋夜飘落 烟纷飞 孤零的 身影 芬花落 情人憔悴 似风飘絮入梦 看透不透爱恨和情愁 回去不去的哀愁 难以割舍的伤痛 叹息成一成空 敲嘴角敲火 谁能停止失散的梦 错过的结局了 无法错过 日生有日落 谁能度过 芳华灯魂 只愿今生以后 一切看破 拥有日落 终于梦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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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却尽快 缘roy Zither Harp